42岁陈晓东整容失败,脸部僵硬,网友又一个男神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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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2岁陈晓东,原名陈卓阳,1975年9月3日出生于中国香港,是一名歌手兼演员 42岁陈晓东,儿童基金会国家亲善大使,他于1995年加入金宝力唱片公司,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同年,他在新城繁荣奖上获得了新男歌手的金牌 2000年的专辑《比我幸福》获得了今年,最受欢迎专辑的首个亚洲华人金曲奖 2001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2003年后,他进入中国大陆专注于电影和电视 2004年,他出演了古装幻想剧,并扮演了宁采晨 多亏了香港音乐产业的叫附带思聪,他才刚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,并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他开朗的性格,英俊的外表和良好的歌唱技巧使他很快在音乐界受到欢迎 然而,最终,不能被挤压的陈晓东提议理解该条约 年轻时,他的青春无敌,英俊的脸庞,高高的鼻梁,明亮的眼睛充满了无限的活力 最初是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,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逐渐谈论人们的视觉 据说我被香港的整个媒体封锁了一段时间 最近,42岁的陈晓东开始在台北唱歌,并邀请他的好朋友林依晨作为嘉宾参加音乐会 虽然陈晓东看起来仍然英俊,但他肯定会在中年变胖,不如以前,而且他的脸是圆的 现在看看陈晓东,他已经完全不同了。许多网民说陈晓东的整容手术是一场灾难 我完全看不到过去的清秀样子。整个脸成鞋拔形状,有宽大的双眼皮 整体看起来很不协调 然而,陈晓东否认所有整形手术,甚至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揉揉脸,澄清整形手术的谣言 网友说,这张脸还没有完整吗?龟才相信,如果这张脸没有被调整,我吃了电脑,整个脸都僵硬了,我看得越多,它就越奇怪 这透明痴酸,以为是黄日华墨少葱 这个双眼皮像鞋底一样厚,真的,当别人是傻瓜的时候,你搓的地方不是整容手术的地方 现在很丑,以前去哪了? 尽管陈晓东在职业生涯中不温不火,但他的家庭非常温暖和幸福 回顾他与妻子王毅贤的会面,陈晓东称之为命运,因为他想在四处游荡时有一个家,我第一次去他家,第二次求婚,他还承认自己嫁给了一个女人 陈晓东在拍摄《爱情急诊室》时遇到了医院护士王毅贤 虽然有14年的不同,但这两个人仍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2014年,两人宣布结婚,然后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拍了很多次甜蜜的照片,让人羡慕 今天,42岁的陈晓东继续在娱乐圈挣扎 参考来源